大家好我是Rona老师 大家好我是佳玉老师 不知道大家以前写作文的时候 最喜欢用什么手法 那Rona老师自己呢 最喜欢用的就是开门见山 所以今天的格局呢 我们就也来个开门见山 像14族星当中啊 居门星很多时候都让人家觉得说 哇他一生很辛苦耶 好像除了口舌 容易跟人家起是非争执之外 就没有什么优点 通篇都讲了居门星这么的辛苦的时候 那我们来看看 居门星真的这么辛苦吗 居门星有个格局叫做 居门天机为破荡 来我们来看他下面写的 银帽升功安命聚姬逢之 虽为望地然中福不全美 古人真的没有很看好这个组合耶 我这在猜说 古时候的人啊 他们其实很不喜欢不听话 或是不守规矩 让大家觉得他不合群 就像刚刚Rona老师说 居门星一般来讲 大家都认为他不是很好 有两个很有名的格局叫做 明日趋暗格跟 始终隐喻格 那绝大多数跟居门星在一起的组合呢 在古书上面写的都不是那么的好 即便是我刚刚说的 始终隐喻格 他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缺陷 他要早年辛苦而终年富贵 那因为这样子啊 就有很多人他会去断章取义的说啊 居门星怎么样辛苦啊 怎么样不好啊 那其实啊 居门星在形性负里面呢 是被认定为是一个温厚敦良的星妖 嗯 然后呢 他也很博学 嗯 紫维董书全书上面写 居门天机为破荡 这个意思就是说 居门星在 银卯升这些宫位安命宫的时候 虽然是旺帝 但是呢 还是有一些些的缺憾 如果你只看说 居门天机为破荡的话 你会想着说 哦那是居门天机同工在一起的时候啊 或者是对工在一起的时候啊 你只会去注意到这个 但是呢 只有在某的位置积聚才会同工 积聚对拱呢 会在子五位上面 也不会在隐位或者是在身位 那如果在隐位的居门星呢 他就会跟太阳同工 在身位的居门星也是会跟太阳同工 你说他们是对拱的 所以他可以借的时候他就会同工 那为什么这边会写 聚姬逢之呢 因为聚日呢 同工的时候啊 天机呢 会是在福德工 那这个位置呢 会是积粮同工 天机天良同工 因为对面是空工呢 那就是可以借的 因此呢 借过去之后啊 积粮同工会在财博工上面 那就会在聚日的三合之内 天机聚门同工的人呢 本来就具备有 乌方智商的这个特性 他能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他觉得这样自己很棒 他不是孤僻哦 只是他觉得说 不需要跟人群这么的接近 但是呢 在古时候啊 大家就会认为说 他是一个不是这么好相处的一个人 因为古人都觉得说 要以和为善 要跟大家很合群很浓洽 这样才是对的 如果巨门跟太阳同工的这个组合呢 他的福德工会是天机跟天良同工 那如果可以借星要过去的话 那就还不错 但是呢 要注意的是说 他有煞星走进去的时候 煞星走进去的时候 会在他的财富线上 那财富线上有一个煞星走进去呢 那是不是说他的财富线会出现问题 那也代表说 他在旅程状况呢 会有一些状况出产生 即便是说呢 他的天良星跟天机星在福德工 这两颗星呢 都会有同时 化露的时候 玉气还不错 但是呢 还是要担心煞星走进去的时候 那这也是为什么他告诉我们说 在尹卯昇这几个工位巨门做命工的时候啊 虽然说巨门他是旺帝 可是呢 他有可能会落在福德工上面 那这样他的福气呢 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好 可能比较辛苦 是这样的意思 因此呢 不管这颗星庙是妙望还是弱线 只要他的山河 只要他的格局 他的运势走得好的话 那其实就还不错 那如果呢 他的运线走得不好 即便他是旺帝 那也有可能会有不好比较辛苦的状况 所以我们如果单纯去用星庙来看 妙望落线这件事情的话呢 其实可能不会这么的准确 那从这个书上这句话呢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 其实我们还是要看星庙的本质 准确性会比较高一些 嗯没错 所以关综合起来 古人呢不喜欢不合群的 一定要跟他们承担解派的 然后要听话的 还有就是财务能力要好的 他们不喜欢跟财务能力不好的 所以他的财富线 如果有一些杀心进去造成他的财务不稳定的时候 哎他们也不喜欢跟人家交朋友 也觉得这个人很辛苦 对了 但是没有钱确实很辛苦 是很辛苦没有错 嗯好的 所以学习秘密啊果然还是最重要的是 各方面的全方位考量 大家想一想啊 我们的人生从来都不是单一而纯粹的 本来就是会有很多复杂的面向 嗯对所以呢是还是要全面观好不好 算有点辛苦 那今天的格局就分享到这边啰 喜欢的朋友帮我分享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啰拜拜 利用折腾术改变命运状况 改变自己的人生 大家支持一下我的新书 谢谢